這份粉絲的粉絲 周圍的這兩個感覺 歸為事後的李佳芯 粉絲一向都不少 新劇《白色強人》也受到粉絲的追捧 不過她男朋友就好像不太會欣賞 她不是很懂得照顧人的人 她是那些 我出《白色強人》 但她都不會看那些人 所以她是用另一種方式 但我現在為了你都開始看了 不是 因為我常常會突擊檢查 有時候我會問 今天的劇情趕到哪裏 因為我沒有時間看 或者我會問今天我有沒有展示 因為有時候我比較少的劇情 我會沒有展示 有一天我最近收到她的WhatsApp 她拍了電視機給我 就說你放心你今天有一個展示 證明她自己有看 另外李佳心近日在黎諾爾的節目裡面 去到日本大玩特玩 相當開心 不過她居然說沒有下次 我不可以再和黎諾爾合作太多 因為黎諾爾這個人 實在是太無賴了 她經常說很多東西令我反白眼 令到我是那些 你夠了那些 令到我在鏡頭前面很不修飾 去對她 然後 我已經沒有什麼形象可言 令到我簡直是自慰前途中 所以 我真的不可以和她合作太多 又或者 因為我接下來要和她拍BB浪鳥爾爾 所以我決定要把自己的修行提升 提升到她說任何話都要沒有反應 或者保持了一個很漂亮的笑容 這樣對著她 我發現這樣是對她最好的方法 黎諾爾 你看到嗎